小耳朵娱乐 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现在电视剧拍摄后进行幕后配音很正常 在拍摄的时候现场混乱 工作人员声音多 今后配音也很正常 小编也是总结了几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杨子作为同性出道 配携这些小事自然是难不搞他了 看他自信十足盘腿的姿势就知道了 不过在真正录音的时候 杨子还是很认真的 表情也是非常的严肃 是个认真的宝宝 再看邓伦 可以说是这个夏天 都是邓伦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的 从一千零一夜 当香蜜传人进入霜都有他的身影 他拍音的时候 看被影就能摔倒一片小迷面 最有意思的就是罗云熙了 就算录音也能入戏 表情动作都能加上 有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 趁自己看到罗云熙 都能笑翻过去 发出嘎嘎嘎的声音 怎么样 你喜欢看香蜜吗 你喜欢剧中的谁呢 如果想了解更多娱乐资讯 记得请关注我们